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将为您揭秘刺杀伊藤博文第一集 枪声枪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 我将为大家介绍一起发生在百年前的京市大案 安仲根刺杀伊藤博文案 在1909年的10月26日 在中国的哈尔滨发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日本元老重臣 书面院议长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杀手是一名韩国人 他就隐蔽在欢迎人群之中 当伊藤博文走下列车靠近欢迎人群的时候 这位杀手迅速向前走了几步 举起手枪 对着伊藤博文 拼拼拼就是三枪 伊藤博文是应声倒地 几乎是当场毕命 有人说这是一起 一名韩国人在中国的哈尔滨 刺杀了与俄国人会面的日本元老的离奇案件 那么这起案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这三枪不仅彻底改变了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 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么一起刺杀案 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被杀的人是日本的伊藤博文 说起伊藤博文这个人 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对这位政治人物可并不陌生 早年间他参加岛墓运动 后来他又参与制定 日本宪法 被称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 日本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之后 伊藤博文不仅是日本第一任首相 而且他私次担任首相 除担任首相之外 伊藤博文还担任过日本的书民院议长 日本政府驻韩国统监府的首任统监 正是伊藤博文一手制定 并实施了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给这些日本的亚洲邻国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对于这么一位超级政治人物 他的厨房 那安保工作 那必须是顶尖级的 他怎么就会被人刺杀了呢 在1909年10月26日 哈尔滨火车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就从刺杀案发那天说起 1909年的10月26日早晨 原本应该稀稀攘攘的哈尔滨火车站 变得有些冷清 实际控制哈尔滨的俄国当局 派出大批的军警 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警戒 上午9时 伊藤博文乘坐 或者俄国铁道局 为他精心准备的特别专列 到达了哈尔滨 俄国当局 他们在哈尔滨火车站的月台上 组织了大批的人员 迎接伊藤博文 都有谁呢 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特使 俄国财政大臣科可夫切夫 还有各国驻哈尔滨的官员 还有大批的日本侨民 凭着伊藤博文的身份地位 就是再多些人来迎接他 也不算稀奇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是因为日本当时是一个强国 甲午战争中 击败了当时称为东亚最强国家的清国 成为了东亚的强国 那么在1905年的时候 又通过日俄战争 击败了成为列强中的强国的俄国 从此 日本一跃之间 他就成为列强中的一员 而伊藤博文 在1909年的时候 正是明治政府 九大元老中的排名第一位的元老 深得明治天皇的信任 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政坛第一元老 对着这么一位大国的资深政治家 即使是一向高傲的俄国当局 也不敢怠慢他 这波火车刚刚停稳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特使 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 快步登上火车 亲自到车厢里面去 迎接伊藤博文 二十分钟之后 伊藤博文在科科夫切夫的 陪同之下 走下火车 科科夫切夫 首先是陪同伊藤博文 来检阅俄国的仪仗队 检阅完俄国的仪仗队 伊藤博文就靠近了欢迎人群之中 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名 穿着西装的年轻人 快步穿过俄国仪仗队 再距伊藤博文 仅仅几步远的地方 举起手枪 对着伊藤博文 拼拼拼就是三枪 第一声枪响的时候 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因为现场太吵杂了 既有俄国军乐团的奏乐声 也有人群的欢呼声 三声枪响之后 现场一片大乱 伊藤博文也是应声倒地 但是这名青年男子 好像还意犹未尽 拼拼拼又是三枪 打向谁呢 打向伊藤博文的随行人员 把随行的日本外交部驻 哈尔滨总领事 穿上俊严等这些人 也给打伤了 据统计 除伊藤博文外 至少还有四名日本高官受伤 也就是几秒钟时间 这个时间 也够在场的俄国军警 反应过来了 他们一拥而上 逮捕了这名年轻人 但是这名年轻人 似乎并不着急 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 想要逃生的这个样子 而是高呼了三声 大喊独立万岁 那么这一连串的事情 是突然发生 瞬间结束 虽然伊藤博文 在刚刚倒地的时候 他旁边的俄国财政大臣 科科夫切夫 和满铁李氏中村士工 就把他扶回了这个专列 那么专列上配备的日本军艺 马上就对他救治 但是回天无力 他受伤太重 他三处受伤 哪三处呢 左肺 腹部和左腰 伊藤博文几乎是当场毙命 伊藤博文在众目睽睽之下 遇刺身亡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凶手是谁 有什么背景 他为什么能在戒备森严的 阿尔滨火车站成功射杀 伊藤博文 这起事件在国际社会 特别在亚洲国家 又将掀起怎样的渲染大脑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刺杀事件 必然是引发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的 但是有四个国家是这个案件 直接相关的国家 哪四个国家呢 日本 俄国 韩国 和中国 这四国反应各不相同 首先对于日本而言 他是气急败坏 毕竟被杀的是日本的资深政治家 咱们先说说日本 他向俄国提了很多要求 第一瞧俄国方面 你必须把这个案件的司法管辖权 你移交给日本 这个案件你不能管 但是呢 毕竟我们说哈尔滨是俄国的实际控制区 那么日本呢 要求俄国全力配合 然后啊 就是嘱咐在场的日本官员 赶紧啊 把伊藤博文的尸体啊 运回国内 要给他举行国葬啊 那么对于俄国而言 他是理亏的一方 你安保工作做得不好啊 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政治事件 俄国方面呢 基本上是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要求 全力配合 侦破案件 并把司法管辖权啊 交给日本 那么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啊 这两个国家是饱受日本侵略 都把伊藤博文呢 视为侵略的元凶 韩国呢 属于是偷着乐型的 为什么偷着乐呢 因为韩国啊 他已经被日本呢 实际控制住了 所以他的官方啊 只能表示哀悼 民间呢 肯定啊 爱国人士是欢欣鼓舞的 对于中国而言呢 我们饱受日本欺凌 于是啊 中国近代的一些名人呢 纷纷呢 为这位抗日义士提字 其中呢 国学大师张太炎 怎么评价这位义士呢 说他是亚洲第一义侠 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呢 也为这位啊 义侠专门的 做了一首秋风断腾曲 孙中山先生 袁世凯等当时代的名人呢 都纷纷为他提词写实 对伊藤博文遇刺身亡事件 当时的日本政府 称枪手安仲根为罪犯 但日本的邻国 却奉安仲根为英雄和义侠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 刺杀伊藤博文的安仲根 究竟是什么人 他又为何在现场 反复高呼大喊独立的口号呢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继续为您揭秘刺杀伊藤博文第一集 《枪生与枪手》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 这位刺杀伊藤博文的抗日义士 他到底是谁 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 这名抗日义士名叫安仲根 他1879年出生在朝鲜王国 黄海到海州的一个两班家庭 那什么叫个两班家庭呢 咱们知道 中国古代官员上朝 皇帝是居中高座的 然后文官在东边 武将在西边 这个文武官员 他也不是一个人 他要排成一个队列 这个队列就叫做班 朝鲜王朝 他也是一样的 贵族官员的家庭 他才叫两班家庭 那么安仲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两班家庭呢 他的祖父叫安仁寿 是朝鲜王国 镇海县的县监 这个县监是个什么官 在朝鲜王国 大县的长官叫县令 小县的长官叫县监 是丛六品 安仲根的父亲呢 叫安太勋 他是一名晋士 安仲根呢 他是家里面的三子一女里面的长子 他出生的时候啊 胸腹上有七颗痣 所以呢 长辈根据这个生理特征啊 给他起名啊 叫安婴妻 婴该的婴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后来他父亲呢 看他稍微长大以后啊 有点淘气 这个孩子一淘气啊 有一些浮躁之气 他父亲呢 就希望他能像大树一样啊 沉稳端重 来沉下来 就给他改名啊 叫安仲根 那个婴妻呢 则一座是他的字 所以啊 安仲根这个名字 他的字呢 是婴妻 安仲根本人呢 毕竟是两班家族的长男 他的父亲啊 非常重视他的教育 不仅呢 送他去私塾学习 作为晋士啊 还亲自辅导儿子功课 安太勋呢 显然是希望 自己的这样一个长子啊 能够继承自己的一波 学而优则是 来光宗耀祖 这个安仲根呢 说实话 他书是没少读 但是啊 他不太认同啊 他父亲这样一种 学而优则是这样一种想法 他有什么想法呢 他在读书之余啊 经常上山打猎 在这个山区啊 当一个猎户啊 很不容易 需要强健的身体 枪法也得非常好 那么有人就跟安仲根说啊 说你父亲呢 以文章俊秀文明天下 说你成天和一帮猎户混在一起 骑马打猎 这实在是不务正业 安仲根怎么说 我的榜样啊 是楚霸王项羽 那么项羽说啊 念书只不过是为了能写出自己的性命 我不指望自己啊 通过读书啊 考科举功名啊 来流芳百事 我要像项羽一样 做个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 所以啊 这个安仲根呢 从小他就显现出啊 和周围的孩子不一样 他胆子大 敢于冒险 他是能够骑马 能够开枪打猎的 这样一个强健男子 从这个角度看呢 安仲根呢 算是一位能文能武 有一定见识 而且身体强壮的 这么一个优秀青年 可以说从安仲根的这个人生看啊 他一生啊 深受日本啊 对韩国的 这样一个侵略扩张政策的影响 在1895年啊 甲午战争呢 清政府败 日本胜 1904年的日俄战争呢 日本啊 又是战胜国 这两次战争中啊 在战前啊 日本的明治天皇 都以日本帝国的名义啊 向全世界承诺 说我们为什么要打这次战争呢 一个啊 我们是要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亚洲和平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因为这两次战争呢 多多少少啊 和朝鲜王朝都有关系 哎 我打这两次战争啊 是要保护这个朝鲜的独立的 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啊 总是前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马上就逼迫啊 韩国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 那么俗话说啊 在一在二 难在三 在日俄战争后啊 日本的狼子野心表现出来之后 安仲根本人呢 也由此啊 开始由支持日本 因为日本宣称 我是保护你朝鲜独立的吗 由这样一个态度呢 变成了反对日本 反抗日本侵略 这样一个态度 很快啊 历史啊 给了一个安仲根啊 成名的机会 他呢 不仅仅是一位山中的顽童了 他将成长为啊 一名真正的战士 在1907年的时候啊 韩国爆发了义兵运动 安仲根呢 这个时候啊 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告别了自己的母亲 妻子儿女 加入了义兵组织 走上了武装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的 这样一个道路 安仲根加入义兵组织 十年二十八岁 他抛弃别子 放弃安逸的生活 选择充满风险的 武装反抗侵略的道路 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决心 安仲根争取民族独立 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 他对伊藤博文这个人的仇恨 为什么越来越深 以至于下定决心要刺杀伊藤博文呢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继续为您揭秘 刺杀伊藤博文第一起 相生与相守 咱们要说明这个问题 得从两个角度看 第一 安仲根他憎恨日本的侵略 第二 从伊藤博文在侵略过程中的表现看 伊藤博文他贡献特别大 身份地位特别高 伊藤博文呢 是日本驻韩国统监府的首任统监 在1905年啊 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后啊 日本呢就急急忙忙啊 逼迫韩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称为啊 第二次日韩协约 根据这个协约啊 韩国呢 把外交权交给日本 由谁来行使呢 日本驻韩国统监府来行使 所以这个机构啊 是个殖民机构 什么时候设立的呢 1906年设立的 我们说啊 伊藤博文呢 他刚刚上任呢 就大显身手 先是啊 借着海牙密使事件 逼迫国王李希退位 紧接着呢 又再次逼迫呀 韩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称为第三次日韩协约 经过这两件事啊 安仲根呢 实实在在的是恨上了日本 恨上了伊藤博文 那么这两件事 是怎么伤害到安仲根的呢 咱们先说呀 逼迫韩国国王退位的 海牙密使事件 日本设立统监府 韩国丧失外交权 那么作为韩国的实际统治者 李希 他当然是不愿意的 他要抗争 他呀 听说 在1907年 要在荷兰的海牙呀 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 他呢 就秘密的给三名韩国人秘诏 让他们去海牙呀 反映情况 反映什么情况呢 说你们看啊 日本把我韩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 给欺负成这个样子 去控诉日本去了 那么我们说 三名密使到了海牙之后啊 马上呢 通过各种渠道 找到了荷兰的外交大臣 就把对日本的控告啊 就承到了荷兰外交大臣手里了 这个荷兰外交大臣呢 又把这份控告呢 就转交到啊 海牙会议上 当时啊 在海牙 日本也有外交官参与 他们一看到这种情况 可想而知 内心啊 是非常着急的 赶紧就发电报 问问国内 怎么办呀 日本政府啊 就咨询了伊藤博文 怎么跟海牙方面回复 伊藤博文呢 不慌不忙 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手段 他说啊 没关系 就说这三个人啊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国王密使 他如果不是真的国王密使 他就是个民间人士吗 那当然就不用搭理他了 那么日本方面的外交人员就跟海洋大会提出这么个意见 说我们对这个事没有意见 但是你总得搞搞清楚这三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官方人士吧 怎么搞清楚呢 你海牙大会啊 跟韩国政府发电报询问一下 你到底派没派这三个密使来啊 大家想想 当时的韩国政府是在谁的控制之下 是在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驻韩国统监府的控制之下 于是呢 韩国的傀儡政府啊 接到了海洋大会的询问电报之后啊 马上就以国王的名义回了个电报 说从来没有派过密使 他们手里拿到的那个所谓的密照啊 那个印信啊 签字啊 都是伪造的 海洋大会啊 由此决定 驱逐三位密使 那么从这个角度呢 这个韩国的皇帝好像不太听话哟 所以啊 既然你不甘心 你总是要掀出一些波澜来 我干脆啊 就把你换掉 于是呢 伊藤博文呢 就逼迫韩国的皇帝李希退位 李希退位后 伊藤博文步步紧逼 强迫韩国与日本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 规定韩国的行政 立法 司法 人事等事务 都由日本人担任的韩国统监数了算 在当时 也就是由伊藤博文数了算 从此 日本全面接管韩国的军政大权 韩国政府名存实亡 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那么咱们说啊 日本呢 把韩国压迫到这种地步 韩国相继失去了外交权 内政权 他怎么不武力反抗呢 他军队呢 被解散了 怎么样解散的 伊藤博文呢 命令韩国的傀儡政府 以纯宗的名义 解散了韩国的军队 有人说啊 这简直和笑话一样 哪有自己的国王 解散自己国家的军队的呢 这还真不是说笑话 在1907年啊 伊藤博文就命令韩国的傀儡政府 以国王的名义啊 下令解散全国的军队 那我们说呢 军人的工作单位啊 他就是军队 单位没有了当兵的不就失业了吗 从日本和韩国傀儡政府的表现看啊 他们可没有安排啊 这些军人再就业 这些军人一方面是养家糊口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也啊 深感国家的屈辱 大家想想 一个国家啊 居然没有自己的军队 那还不是任人摆布 任人宰割吗 于是啊 这些被解散的军队啊 发起暴动 反抗日本的殖民同志 这些军人被称为义兵 韩国的近代史教科书上 称这次运动啊 叫做义兵运动 国家遭受的劫难和义兵的奋起反弹 安仲根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曾经写了自传 取名安应七历史 安仲根的自传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 日本在殖民侵略韩国的过程中 伊藤博文这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不容原谅的罪魁祸首 渐渐的 安仲根对伊藤博文的仇恨越来越深 走向武装抗日之路后 他甚至还起了刺杀伊藤博文的念头 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日本人欺凌成这种样子 简直是属于任日本人宰割的状况 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心 爱国心的安仲根 就在1907年参加到义兵运动之中 直接以武装的形式反抗日本的侵略 安仲根对他的战友们说 各位大哥 你们等着看吧 不出三年时间 我一定让伊藤老贼死在我的枪口之下 这个安仲根决心是吓了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吐沫一个钉 说话得算数 但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 他又是怎样躲过日俄两国的保卫人员 完成刺杀行为的呢 他后来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这些问题咱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刺杀位高权重的伊藤博文 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相守安仲根 历经了哪些曲折 最终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 又是哪些人帮助安仲根完成刺杀计划的呢 下期节目中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将为您揭秘 第二节断理 行动